魏晴 有什么人骗我啊 安平你帅了 你跟我说你叔开店叫你过来帮忙的是不是 帮什么忙啊 忙就就忙着跟他儿子结婚的是吧 是不是 安叔有什么跟他说了 安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的儿子干什么的 后来没啥朋友 好家伙 让雨晴当便宜媳妇是吧 那你告诉我 你想跟他结婚吗 安不是走了 不是你要是不想的话 你刚才就直接跟人家讲清楚 就直接说明白不就完了吗 客人小时候都是人叔干的气 上学 不是上个学才几个钱 魏晴你听我说 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 你就直接告诉我 这个钱我帮你除了 行不行